哈利路亞 各位長職負責人 然後臨口教會的弟兄姊妹 大家晚安 那感謝神讓我們在空中 讓我們現在科技非常發達的時代 那大家可以藉由這個直播 這個臨口教會的直播 然後大家作為彼此的學習 那今天小弟要講的道理是傳道書的第九章 那因為關於現在這個新冠疫情的研究 所以這個第九章我的主題就寫成 疫情喜樂的秘訣 那小弟有在臨口教會的群組上面 有把這個資料分享 跟大家作為彼此的學習 大家可以一邊看這個資料 然後一邊跟著小弟所學習的一起下去 那第一頁就是我們今天要翻到的是傳道書的第九章 在就約的八百零一頁到八百零二頁 那小弟把這個第九章分了五個段落 那第一個總結就是疫情喜樂的秘訣 那我們在疫情當中我們要怎麼喜樂呢 那這個喜樂的秘訣就是第七節到第十節 那第二大段落呢 這第二大段落就是因人無法預知未來 第二大段落到第五大段落都是叫我們要好好的 把握神抓住神 在我們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把握神 那所聞網友講這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人無法預知未來 在第一節到第三節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活人有機會調整 因為死人他就沒有盼望 就沒有機會了 在第四節到第六節 那第三個把握神的原因是因人強 也無力勝天 在第十一節到第十二節 那最後是我們人很容易被外貿所蒙蔽 在十三節到第十八節 這是小弟把傳道書第九章分作五大段落 那第一個小弟先講的是總結 那疫情喜樂的秘訣 在第七節到第十節 那疫情喜樂的秘訣有四個 其實這個是大家都能做到 大家都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這個傳道書的第九章第七節到第十節 我們先念一遍 我們請大家翻開 就約八百零一頁 傳道書的第九章第七節到第十節 傳道書第九章第七節到第十節 那在就約八百零二頁 那由小弟附送 第十節到第十節到第十節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 心中快樂喝你的酒 因為神已經悅惡你所你的作為 你的衣服當時常潔白 你的頭上也不要缺少高油 第九節在你一生空虛的年日 就是神示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 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 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勞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第十節凡你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 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 沒有工作沒有謀算 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所以這個疫情喜樂的秘訣 有這四項第一個隱私 那第七節在講的就是飲食 那剛才小弟有念到 這個飲食就是我們要享受 神所賜給我們的飲食 那第七節有講到說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 心中快樂喝你的酒 因為神已經悅惡你的作為 當我們的作為能讓神所悅惡 神所喜悅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喜樂的 我們可以歡歡喜喜的去吃飯 去享受我們勞碌所做的工 那就好像我們在教會當中在疫情之前 大家能夠守安息日共享愛餐 這個雖然在教會的愛餐 不一定是像五星級飯店這麼高級 可是大家在臨裡面一起吃飯 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那我們接下來看以福所書的第五章 第九節到第十節 以福所書的第五章第九節到第十節 在新約的兩百七十三頁 光明所節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益誠實 總要查驗何為足所喜悅的事 所以我們要享受這個喜樂的秘訣 在飲食上有所喜樂的秘訣 就是我們要查驗何為足所喜悅的事情 那足所喜悅的事情就是希望我們每個人能夠秉持著良善 秉持著公益 秉持著誠實 作為光明之子 那這樣神就會悅惡我們的作為 讓我們在吃喝當中得以平安 我們知道一個人現在尤其這個疫情的關係 如果吃不下 茶不思 飯不想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非常的在焦慮的狀態之下 尤其這個心理的因素 這疫情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平息 疫情呢 會讓許多人呢 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頓 疫情呢 可能會讓許多人呢 有很多的壓力 不能上班 不能上課等等 那就會讓我們真的很簡單的一個飲食都吃不下去 那甚至會得到厭食症 或者是憂鬱症 那第二個狀況呢 如果一個人他是腦病 他可能腦中風 他可能吞咽困難 他需要一個鼻胃管 這種人其實對他來說 飲食上也是一個非常的痛苦 那或者是腦壓過高 甚至常常嘔吐 甚至走入不穩定的狀態之下 其實對我們來說 簡簡單的吃一頓飯是何等的困難 那第三個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內分泌的問題 也會讓我們在飲食上有所 可能會沒有什麼胃口 那第四個呢 如果我們的腸胃道不好的話 我們得了腸胃炎 我們突然嘔吐 突然腹瀉 那對我們來說這個飲食呢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甚至我們如果我們的肝方面 我們膽方面有發炎的狀態之下 我們要好好的吃一頓飯 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或者我們得了癌症的時候 那我們吃東西呢 簡簡單的吃東西是一種非常難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感謝神的保守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一頓飯 在我們疫情當中 我們還是有許多的物資 我們可以去享用 感謝神的保守 就像八十九所講的 主恩實在很多 所以能吃能喝就是一種幸福 我們可以看一下傳道書的第三章 十二節到十三節 在舊約的七百九十七頁 傳道書的第三章 十二節到十三節 在舊約的七百九十七頁 十二節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生喜樂行善 並且仍仍吃喝 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 這也是神的恩賜 我們再看到傳道書的第五章十八節 在舊約的七百九十九頁 傳道書第五章十八節 就約七百九十九頁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 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勞碌得來的好處 因為這是他的份 所以我們能吃能喝 真的是一個幸福 就像小弟剛剛講的 許多的病痛讓我們真的不能吃 吃不下 喝不下 然後我們的壓力也讓我們吃不下 喝不下 但是我們在 我們非常的感謝神 因為神拣捲了我們 神保護我們 神恩待我們 讓我們能在他的翅膀 他的庇護之下 讓我們能吃能喝能感謝神 那第二個 喜樂的秘訣就是聖節 所以我們在疫情喜樂的秘訣 第二個我們還是要保持聖節 那就在傳道書第九章第八節那裡說到 我們可以看一下 聖節的生活讓聖靈充滿 傳道書第九章第八節那裡說到 你的衣服當時常潔白 你頭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這裡的衣服就是我們的行為 雖然我們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不方便 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基督徒的行為 這個衣服代表的就是行為 所以我們要常常透過靈修祷告 透過這個靈修 把我們身體的瑕疵 身體的污秽 身體的污點 好好的把讓衣服變得很潔白 表現出基督徒的行為 這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看一下 希伯來書的十二章十四節 希伯來書的十二章十四節 在新約的三百二十五節 希伯來書的十二章十四節 他說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節 非聖節沒有人能見主 所以這裡講到 因為神是聖節的 那我們要進天國 我們的盼望就是未來要進天國 我們如果不追求聖節 我們就沒辦法跟神見面 所以我們要時時的 不斷的透過這個活洗 透過不斷的靈修祷告 尤其在這個疫情 可能大家的時間比較多 那我們要更要以前在忙碌的生活 沒有時間 好好的來靈修 然後趁這個疫情有更充裕的時間 大家做家庭的祭壇 那我們趁這個時候 這個危機當中 便是我們靈修很好的轉機 是我們跟神合合 合合為一的最佳時機 所以我們要過著聖節的生活 這是我們喜樂秘訣第二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傳道書第九章第八節後面講到 你頭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這個頭就是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要不能缺少這個聖靈的充滿 聖靈的浇灌 這個膏油就是聖靈的浇灌 並用活洗身體的污秽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彼此帶導 我們要不斷的為靈口教會禱告 我們要不斷的為疫情 有許多弟兄姊妹在外面 辛辛勞勞受到了許多的逼迫的禱告 那我們的心思意念要常常的透過聖靈的浇灌 來彼此在教會當中合而為一 那第三個呢 這個疫情喜樂的秘訣 就是婚姻 婚姻的保守也很重要 那在第九節 第九節講到的就是婚姻 我們可以看一下傳道書的第九章第九節 第九節就是說到夫妻恩愛相伴一生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 就是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 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 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勞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所以在那個創世紀 舊約第二頁 創世紀的二章十八節那裡 神就有說到 耶和華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所以神就私下了這個 把這個婚姻賜給每個人 讓人不覺得孤單 尤其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們要家裡 我們的夫妻當中 我們的跟小孩當中 我們要趁這個時候好好的恩愛 好好的相伴一生 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彼此學習 那這個婚姻 這個夫妻的婚姻 美好的婚姻可以互相幫助安慰扶持 彼此得到喜樂的力量 與所愛的人快活度日 那我們真音書教會呢 我們基督徒的婚姻官有十個一 我們基督徒的婚姻官有十個一 這也是那個禮恩會的時候 那個禮恩會的時候傳道所講的 在我們真音書教會有十個一 在婚姻上有十個一 我們可以翻閱新約二十七頁 馬太福音十九章 第五節到第六節 馬太福音的十九章 第五節到第六節 在新約的二十七頁 第五節說到 並且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今你們沒有念過嗎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了 乃是一體的了 所以神佩兒的人不可分開 所以這裡有講到十個一 第一個 與妻子聯合 就是我們要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那兩人成為一體 就是我們要一心一意 一家一體 那人不可分開 就是我們要一生一世 所以在我們真音書教會的婚姻觀 就是有這十個一 那我們要在婚姻當中的保守 這樣我們才會有喜樂的感覺 才會有喜樂 喜樂才會從生命當中發展出來 好 我們接下來看第四個喜樂祕訣 最後一個就是要把握 把握就是第十節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那這個圖就是從我們小時候 剛生出來的時候 小朋友他們在玩氣球很開心 然後在學生時代有開始認識了異性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在中年 我們結婚了 我們成家立業了 然後最後老年了 我們就彼此呢 拿著拐杖 已經行動不方便 然後最後有一個人離世了 最後兩個人離世 就是我們一生的寫照 所以第十節強調就是我們要把握神 愛惜光陰 陰晴的工作 傳道書第九章第十節說到 凡你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做 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 沒有磨算 沒有知識 也沒有智慧 所以神他會給每個人恩赐能力 就要盡力去做 這是本分 那這個陰間講的就是死亡 這個死亡就是眾人的結局 那我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交托給神 交托給耶和華 那我們所謀的就必成立 所以在第十節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要把握神 愛惜光陰 陰晴的工作 那我們看下一章 把握神 愛惜光陰 陰晴的工作 我們可以看一下以福所書的第五章 十六節到十七節 在新約的兩百七十三頁 以福所書第五章 十六節到十七節 十六節說到我們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確實 我們現在 真的要趁現在還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趁我們現在還健康的時候 我們要趁現在疫情 雖然疫情衝刺在外面的時候 可是我們在家裡 還是很安全的地方 我們在教會裡 在這個空中上 這個神的墊之中 我們要趁這個時候好好愛惜光陰 把握這個疫情的空檔 這個機會能夠彼此的禱告 彼此的學習 彼此的靈修 那就會有恩典 我們要趁著我們還在世的時候 趁著還在世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愛惜光陰 不然時間過得很快 就像剛剛那個圖一樣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那下一張就是結論 就是說我們傳道書第九章的結論 就是在這七到十節 就是疫情喜樂的秘訣有這四個 就是我們在飲食上能夠能吃能喝 就是幸福 那我們追求聖節 那神就能跟與神見面 那神把這個美好的婚姻 賜給我們 讓我們不孤單 讓我們跟另外一半相知相惜 然後相守一輩子 然後學習神的道理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要把握 我們要愛惜光陰 那所羅門 所羅門他又有把這個把握 為什麼要把握神 他進一步再衍生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那把握神也是有四個原因 我們看下一張 把握神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看第一節到第三節 因為人無法預知未來 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圖有兩個 有三個人變兩個人 所以這個我們真的要把握神 那這個圖 左邊的圖的後面 是他們年輕時代 三姐妹一起拍照的美好的時光 然後老的時候 大家一起聚餐的時候 結果過沒幾年 有一個人就先離開了 而且另外兩個就白髮蒼蒼 所以我們要把握神 我們看下一張 把握神 人而因人無法預知未來 我們來看一下傳道書的第九章第一節到第三節 我們先看第一節 第一節 我將這一切放在心上詳細考究 就知道藝人和智慧人 並他們的作為都在神手中 或是愛或是恨 都在他們的前面 人不能知道 那我們到底要查究什麼呢 第一節那裡講到說 因為人無法預知未來 那我們要查究什麼呢 在傳道書的第八章 十六節到十七節 就是我們要查究的 傳道書第八章 十六節到十七節 在舊約的八百零一頁 十六節說 我專心求智慧 要看世上所做的事 有昼夜不睡覺 不合眼的 十七節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為 知道人查不出來 日光之下所做的事 任憑人費多少力尋查 都查不出來 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 也是查不出來 所以這裡有說到 我們怎麼查 就是說神的道理 就像現在這個疫情 神啊 你為什麼不出手呢 神啊 為什麼你讓我們這個疫情 讓我們活得很辛苦 我們的壓力很大呢 其實我們人查不出來 神的作為 可是我們要有一個信心 我們要秉持一個信心 神都有他美好的計畫 神他會保護屬於他的羊 所以這裡所羅門王 他雖然是一個一國之君 他擁有了非常多的財富 可是呢 他還是查就不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傳道書呢 是所羅門王老年的忠告所寫的 他年輕的時候他寫雅歌 他中年的時候寫真言 他老年的時候寫傳道書 那他年輕的時候呢 他非常的就是享樂 他中年的時候呢 他看到許多 他漸漸的醒悟 發現這個享樂與物欲的滿足 不能帶來幸福 所以他真言當中 他有許多非常有名 警告年輕人要做什麼事 不該做什麼事 當今為耶和華那些 那他老年寫傳道書 他把他這一年一整年的寫照 他覺得他的靈性敗壞 他敗偶像 他自我放縱 所以他寫了傳道書 他發現呢 人生其實都是非常虛空 即使他再怎麼有智慧 他也查不出神的作為 好 我們再看下一章 所以呢 第一節到第三節就是說 我們要把握神 因為人無法預知未來 我們人如果若知道未來 我們若知道新冠疫情 在20某某年幾月幾號呢 我們如果能知道呢 那我們可能現在 大家可能就很放鬆 那可能有很多的作為 就不嚴謹了 就開始起驕傲的心 反正我們知道 那時候就沒事了 所以人就會開始 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 所以人若預先知道 自己會成功 那現在又何必認真呢 那人若預先知道 自己不會成功 那現在認真又有何用呢 所以神就像這兩樣並列 那神為什麼讓我們無法預知 祂的所作所為呢 因為我們人帶著肉體 就是軟弱 我們人要怎麼樣保持敬畏的心呢 就是我們無法預知未來 我們知道神是掌管 這個時間空間以未來的 所以我們這樣人才會保持 敬虔的心才會謙卑 就像傳道書七章十四節那裡講到的 欲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 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因為神死這兩樣並列 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查不出來 我們身後我們未來我們將來會怎麼樣 我們明天安息日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台灣未來會怎麼樣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的就是這個神 這個神我們要懂得去親近祂 我們要懂得靈修 我們要懂得牢牢的抓住祂 祂才會祂是我們喜樂的源頭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章 我們看一下傳道書的第三章十一節到十四節 傳道書第三章十一節到十四節 在舊約的七百九十七頁 舊約的七百九十七頁 十一節到十四節 由小弟來念 神造萬物各案其實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 人不能參透 我知道世人莫強弩 終生喜樂行善 並且人能吃喝 在祂一切的勞碌中享福 這也是神的恩賜 我知道神一切的所做的都必永存 無所增添 無所減少 神這樣行呢 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所以神會讓我們去年 今年開始遇到這個新冠疫情 五年前沒有得到 十年前也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這些都是神祂的計畫 所以就像這個傳道書第三章十四節那裡講到 神這樣行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那神讓我們存敬畏的心也是在保護我們 免得我們進入了 我們被魔鬼誘惑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把握神因為人無法預知未來 我們來看第二節 第二節講到就是凡臨到眾人的事都一樣 一人和二人都遭遇一樣的事 好人竭盡人和不竭盡人 獻祭的與不獻祭的也是一樣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啟示的如何 怕啟示的也如何 這裡說到我們不管是一人 惡人 好人 激進人 不管你做你的行為 你是好的壞的 遭遇都一樣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不公平 他說的遭遇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過生老病死 但是這裡要強調的就是 我們還是要強調 我們不是因為這樣 遭遇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為非作膽 我們就要放縱情欲 我們就要追求這個屬世的享樂 但是我們要切記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要知道我們最終的盼望 是在永生的盼望 就是進天國美好的福分 所以這個結局是不同 死後有審判 人人都當一死 那死後有審判 那這個審判就來判斷說 最後我們是往天堂 還是下地獄呢 所以我們要互相的彼此 要把握神 要彼此的鼓勵 我們要把握神 因為人無法預知未來 神讓我們有自由的意志 神尊重我們的選擇 選擇我們自己的道路 但我們也要為我們的選擇 有所負責 好 我們再看下一章 我們看第三節 傳道書第九章的第三節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眾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並且世人的心充滿了惡 活著的時候心裡狂妄 後來就歸死人那裡去了 所以有些世人 有些可能像毒梟 有些可能在地的角頭 有些在這個世上是非常赫赫有名的 名利雙收 不管什麼權位 權勢啊 什麼都有的人 那他可能在這個世上充滿了惡 然後活著的時候心裡狂妄 可是不要忘記 最後很多人他雖然充滿罪中之惡 活在世上 他殊不知死後有審判 然後硬心不悔改 可是神讓我們 基督徒讓我們有良知良心 讓我們基督徒知道神 他就是有永生的生命 所以我們一定要抓住 把握這個永生的未來 而不是看這個眼前世俗的享樂 這是我們基督徒要好好把握神的重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段落 把握神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 在第四節到第六節 因為我們活著的人 還有機會調整 活著的人還有機會調整 我們看一下第四節 第四節呢 與一切活人相連 那人還有指望 因為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 活著的狗比死的獅子更強 第五節 活著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無所知 也不再得賞賜 他的名無人紀念 第六節 他們的愛 他們的恨 他們的嫉妒 早都消滅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件事 他們永不再有份了 所以這裡說的 我們活著還是有希望 活著有強弱之分 但是這個獅子是比較強的 獅子死掉了 這個強的死掉了就不如弱者 所以說活著的狗比死的獅子更強 也就是說我們要珍惜活在當下 我們要珍惜我們現在活著 我們可能以前有很多不良的習慣 有不好的事情 我們有很多犯罪的事情 我們要趁我們活著的時候 趁這個時候好好把握來調整 那就像詩篇九十篇十二節那裡說到的 詩篇九十篇十二節那裡說到的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 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之心 所以我們隨時要數算自己的日子 我們要思考 我們上禮拜做了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是榮耀神的事情 我們有做了哪些聖功呢 哪些事情能夠召救弟兄姐妹呢 我們要做哪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要趁機趕快調整 趁這個疫情當中好好的悔改 這都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時刻 好我們看下一張 把握神活著有指望調整 因為活著還有機會調整自己 可以悔改可以反思人生的腳步 調整生命的意義 我們可以看一下 哥林多後書的第七章第十節 在新約的253頁 哥林多後書的第七章第十節 新約253頁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 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那世俗的憂愁是哪些呢 就是我們在憂愁說 我們賺的錢還賺不夠 我們的金錢 我們的財富 我們的名位 我們的工程 我們地位 我們前途 我們事業前途 利害得失 還有一些情慾的問題 這就是世俗的憂愁是叫人家死 那神的意思的憂愁呢 就是說我們到底對這個教會的聖功 對靈口教會有沒有關心弟兄姐妹 我們對教會的聖功是不是不冷不熱啊 是否有追求聖節 然後是否有為教會的軟弱祷告呢 所以這裡有講到就是我們要依著神的意識憂愁 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 以致得救 好 那菲利比書的一章二十一節那裡有講到 菲利比書的一章二十一節那裡講到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這也是我們基督族最重要的價值 也是我們喜樂秘訣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那我們看下一章 那下一章就是把握神還有第三個理由 就是十一節到十二節 十一節十二節強調了強調的是 因人強也無力勝天 因人強也無力勝天 十一節傳道書第九章第十一節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 力戰的未必得勝 智慧的未必得糧食 明者的未必得知財 靈巧的未必得喜悅 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神給的機會 那事實上我們世人所認定的一些很強的人 跑很快的人 力氣很大力戰的人 非常有智慧的人 非常有明者的人 非常有靈巧的人 那我們世上所認定的成功 就是能贏能得勝 能得到像現在能得到糧食 能得到物質的東西 能得到資財能得到喜悅 這都世上所認定的成功 但是上面傳道書 這個所能講說未必喔 全部都未必喔 因為所臨到的 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神所給予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 這兩個人是我們非常了解的 非常熟悉的人 一個是我們台灣 非常對台灣貢獻很大的王永慶先生 一個是蘋果的創辦人賈博士 那王永慶先生呢 他創立了很多 然後也造就許多人的職業 在我們台灣的歷史當中 是非常赫赫有名的 可是呢 就像馬太福音16章26節那裡講到 在新約23頁 人若賺了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所以我們的結局呢 死都是我們眾人的結局 活著的人就要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所以像這個賈博士呢 他也是非常有名創造的這個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現在在全世界的市戰力也是滿驚人的 非常的強 可是他很不幸的呢 在後來確診 是胰臟的這個神經內分泌流 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癌症 那通常被發現確診之後呢 通常往往也很嚴重 那目前在醫學上呢 也是沒辦法治療 所以在年紀輕輕 他突然就與這個世上告別 所以在強的人 在有錢的人 在非常有名望的人呢 其實呢 還是要看神要不要給機會 神 所以我們的生命真的是掌管在神 那既然我們的生命掌管在神 我們就要去好好思考 我們要追求的是這個屬靈的東西 還是要屬世的東西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第十二節 傳道書的第九章的第十二節 這裡說到 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魚被惡王圈住了 鳥被網羅捉住了 或患忽然臨到的時候 四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其實就好像在講我們現在的困境 我們現在就像那個魚 這個新冠疫情的這個惡王圈住了 我們就像那個鳥被這新冠疫情的網羅捉住了 或讓忽然臨到的時候 四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所以這裡強調 我們不能再說我們人定勝天 我們不能說我們人多強可以勝天 我們其實是非常的脆弱 我們非常的不堪一擊 我們現今我們認為我們的醫學非常發達 那一個小小的疫情就讓全世界烏煙瘴氣 一個小小的小小的疫情 那就讓這個全世界也不堪一擊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主權還是在神 所以我們一定要尊主為大 那我們當然知道尊主為大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盡我們的本分 就像一句話講的成功還是必須要努力 但是努力不一定要成功 因為一切都在乎神所安排的 天下萬物都有定死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努力 那我們要不斷的更重要的 我們要努力的去要尊主為大是更重要的 好就像詩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一節那裡講到 詩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一節講到 在就約的七百五十五頁 詩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節 這也是常常去那個新居落成 那有許多的長子傳道會講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南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往南警醒 所以今天這個疫情當中 其實感謝神是神的保守 如果神不保守 那我們真的就是往南 那我們真的是不堪一擊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為這個疫情當中 趁這個有許多時間 大家能夠相聚在一起 家人能夠相聚在一起的時候 彼此在空中一起禱告 一起為這個疫情禱告 一起為弟兄姐妹 他們所遭遇的困難 一起彼此帶倒 求神聯名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看最後一個 把握神的最後一項 我們來看下一項 最後一項也是我們人 常常被我們的認知所蒙蔽 就是最後13節到18節 因人容易被外貌蒙蔽 那把握神 我們不能用外貌去判斷一個智慧人 那由小弟來念 十三節 我見日光之下 有一樣智慧 據我看來是廣大 十四節 就是有一個小城 其中的人數稀少 有大巨王來攻擊 修煮盈壘 將城圍困 十五節城中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卻沒有人紀念那窮人 那這個從十三節到十五節這裡講 簡單講就是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 他用了他的智慧 讓這個城不會被攻擊 可是大家就是因為他貧窮 就看不起他 就沒有人紀念那個貧窮人 其實人常常會這樣 會有一個 一個人會用一個他的身份 地位名利財富來橫軟這個人 即使那個人他是一個非常有智慧 可是他是貧窮 他是非常沒名利沒地位的 我們人的眼神 我們人的軟弱 就是會用他的外貌去衡量一個人 就像這個薩摩爾記下 我們看下一張 薩摩爾記下的二十張 薩摩爾記下二十張的十五節到二十二節 有小弟大概講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裡就講到說有一個富人 有一個智慧的富人 他救了全城 因為當時大衛的打戰 他在平定的這個亞沙龍之亂 他回歸了耶路撒冷城 那這個四八就開始作亂 有一個四八就開始作亂了 然後那個這個大衛的軍 這個約押就開始要去攻擊這個城 要把這個城圍剿起來 來去抓這個四八 可是這個圍剿這個城的過程 會傷及無辜 他用那個錘子去把這個護城 這個城牆去撞擊 那這裡面的民眾 就會死傷慘重 那這有智慧的這個富人就出面 就是跟約押講 說他去勸眾人 然後把這個四八把它取出來 從城裡面把這四八 然後交給這個約押 所以這個約押就把他的軍隊 就離開了 就因為這個有智慧的富人 把這個四八帶去給約押之後 所以就不動一兵一組 他靠著平息的這個戰爭 那有這個故事 就呼應了這個傳道書的 第九章13節到15節那裡講到 這個貧窮的智慧人 他雖然可以救了這個城 可是沒有人可以紀念這個窮人 我們往往看到的就是軍王 這個大將軍救了這個城 錯了 其實是這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那個16節 傳道書第九章的16節 16節說到 我就說智慧勝過勇力 然而那貧窮人的智慧被人藐視 他的話也無人聽從 那所以像那個論語有講到職約就說 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所以我們不以言舉人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會不能因為他地位崇高 哇他在這個世上 他是非常有知名有地位的 他的身份很高 而推舉他的言論一定是好的 那不以人廢言 就是不要因為他的地位卑下 就廢止不認同他所有的言論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人的軟弱 我們人常常用外貌去判斷一個人的智慧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不看影片 本來還有一個影片要分享給大家看 沒關係那我們就直接再看下一個 我們看十七節 十七節十八節這裡說到 寧可在安靜之中聽智慧人的言語 不聽掌管愚昧人的喊聲 十八節智慧勝過打仗的兵器 但一個罪人能敗壞許多善事 所以這個忠言逆耳在教會當中 其實有一些人他看出自己的 看出一些發現你的缺失你的缺點 有時候他是出一個愛心 他把他發現你在屬林上的瑕疵 給你一些好好的良心建議 有時候這個聲音是非常的細膩 而且我們往往會不愛聽的 而且有時候也聽不清楚 所以忠言逆耳往往是暗盡之中的言語 也往往是讓人不愛聽的 若不仔細聽會聽不清楚 所以十七節講到說我們要在 暗盡之中聽智慧人的言語 不要聽那個有權有勢愚昧人的喊聲 這個就是在所謂貓提醒我們 我們不要用外貌來判斷一個智慧人 所以今天這個傳道書的結論 我再把它整理一下這個大綱 第一個就是疫情其樂的秘訣 然後有這四個 第七節到第十節 我們再來就是有四個也是要把握神的四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人無法預知未來 因為活著的人有機會調整 因為人強也無力勝天 因為人亦被外貌蒙蔽 那我們在這個疫情當中 有四個秘訣就是我們在飲食上 我們能吃能喝 大家彼此愛餐 彼此在家裡能夠吃喝 這是一個何等的幸福 要感謝神 那我們要追求聖節與神親近 這也是讓我們喜樂的泉源源不斷 那神創造的婚姻 讓我們跟另外一半 彼此走天果路彼此學習 也是一個喜樂的祕訣 那最重要的是第四個 我們要把握我們的時間 好好的學習遵守這個 好好的學習 然後好好的就是學習聖經的道理 我們要繼續在這個疫情當中 好好的尊主為大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先唱讚美詩